作为全球其中一个规模最大 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慈善机构 国际培佑会已消除儿童贫穷 以及提升他们的权利为宗旨 推行以孩子为本的项目 期望能持续改善发展中国家 弱势儿童的生活 国际培佑会在1937年成立 总部设在英国 在全球超过50个发展中国家 推行发展项目 为超过一千万儿童 和他们的社区提供援助 在1959至1973年期间 培佑会为接近一万二千名 管港儿童和他们的家人 提供教育、营养支援 医疗保健、生计 以至就业辅导 帮助他们度过困苦艰辛的岁月 培佑会和我契妈 在我的生命里面 都很有生命的影响 我契妈给我这个关心 可以相传出去的话 大家都会开心快乐很多 2009年7月 培佑会回归香港 设立筹款办事处 以持续扩大他们国际捐助者基础 培佑会一直贯涉以孩子为本的工作方针 主要集中在儿童的五个项目 包括教育 健康 生活环境 可持续生计 和建立关系 除了物质上的支援之外 培佑会更注重的是 小朋友心灵上的照顾 透过助养儿童的计划 以通讯和探访的形式 令心灵缺乏的小朋友 都能够得到别人的关爱 虽然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但是我从信中可以看出来 培佑会除了提供助养儿童计划 亦为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地方 提供紧急伴助 好像日本和海地受到地震破坏影响 国际培佑会和当地的团体紧密合作 为当地的儿童 他们的家人和社区 提供食水、粮食和医疗等紧急伴助 今时今日 在世界各地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女孩 面对着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 不单止没有接受教育和医疗的基本权利 更遭受到暴力虐待 故此 培佑会于全球推出爱女孩行动 为女孩争取平等机会 帮助脱贫 培佑会成立爱女孩行动基金 支持世界各地团阻女孩的发展计划 有一次有人叫我到街上拍张照片 一个月之后 我就得到培佑会 每月给我读书的钱 受到这个恩惠 几十年 我都想找一些人可以帮助 你这份小朋友 他们的将来 我将它全部加在你的手里面 国际培佑会相信 不论企业规模的大小 都会希望为社会和经济 带来正面的影响 你可以透过企业儿童在养计划 项目据款 或者亲自到当地探访 而感受你捐助所起的成效 我们很希望成为你们的合作伙伴 一起肩负社会责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